于可欣 如果你是因为当年鸾语拒绝你 去和古桥求婚而牺牲记恨的话 那我恭喜你 你现在有机会了 袁哥 袁哥来了 五美 欣欣 你可是稀客啊 平时找你的时候 你怎么总说自己忙啊 我是真的忙 我给你们带了一个 你们都很期待的同学来 谁啊 谁啊 嗨 大家好 好久不见 真是好久没见啊 不仅长相没变 这身材打扮 还跟上学时候一模一样 对啊 真的好久没见你了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 太开心了 还是那么漂亮 对啊 来吧 校花请坐 来来来 你还没有拿我开心 来来来 赶紧坐 小心啊 哥哥 刚才啊 我可真没乱说 你可是当时我们全宿舍男生 心中的校花 你说我 要是当时再勇敢一点 说不定啊 你现在叫老公的人就是我 古乔 我听说你毕业了 就回老家当上奶奶了 怎么现在来上海发展了呀 这个我知道啊 他们家在县城里 可是数得上啊 肯定是把家族企业发展到上海了 要不然说人家古乔聪明了 人家先在老家发展 然后慢慢地渗透到大上海 哪像我们 毕了业之后 拼命赚钱 最后 还没赚到几个 古乔 你们家在上海做什么行业啊 哦 斯巴馆 海上会斯巴馆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可以过来办卡 我可以给大家最地折扣 好啊 正好我最近常去的那家斯巴馆在装修 改天去你店里办一张 好啊好啊 没问题 不好意思 我没迟到吧 可欣 可欣来了 古乔 你来了 大忙人也来了 之前怎么叫你 你可都不出来的 我是真的忙 可欣 你知道吗 现在古乔在上海开了斯巴馆 如果你想去的话 他可以给你打折呀 是吗 可欣 别站着了 赶紧坐吧 对对对 赶紧坐 赶紧坐 都坐都坐 别客气啊 那我提议啊 咱们同学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 那我们 举起酒杯 喝一口 怎么样 来来来 赶一杯 赶一杯 赶杯 赶 对了 古乔 我上次看你在街上 自己发传单 不会是还没找的员工吧 发传单 发传单 我喜欢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 你看 作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就应该这样 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 要不说呢 还是人家古乔命好 一毕业就回家当少奶奶了 我听说 你和鸾羽的婚礼特别精彩 怎么也没叫上我们这帮老同学 一起看看呀 余可欣你什么意思 我能用什么意思 关心一下呗 我听说呀 对不起 我刚刚说的话 让大家误会了 那家死罢馆不是我开的 我只是在那里打工 做销售而已 你们先吃 我去趟洗手间 我去 古乔 怎么都走了呀 什么情况 会长 你说他在店里就是做销售 那他一开始还那样说 咱们没必要吧 会长 刚刚 古乔在卫生间接了个电话 说他公司有急事 所以他先走了 元哥 你看这事 你先坐吧 元哥 你说你都当上总裁了 也不帮帮人家古乔 还让他去大街上发传单 多丢人哪 古乔凭自己的劳动赚钱 又不做亏心事 有什么丢人的呢 不丢人他在这儿装什么装啊 玉可欣 如果你是因为当年卵羽拒绝你 去和古乔求婚而牺牲记恨的话 那我恭喜你 你现在有机会了 不是吧 玉可欣 你还喜欢过卵羽 我记得咱们上大学那会儿 你经常跟我说 最讨厌卵羽那种 不辞进取的人了呀 别说了 你们慢慢吃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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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叫什么来着 秉文 秉文 回找 你小子 我小子 来晚了 快快快 进去 进去 你是真会挑地儿啊你 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呀 杜秉文就追求过袁哥 不会到现在还惦记着人家吧 那时小 不懂事 不提了 而且我们袁总现在是 名花有主了 什么 云哥现在有男朋友了 你赶紧讲讲 到底是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的男人 能降得住我们这样的女学吧 快讲讲 哪儿的人呀 长得帅不帅 什么工作呀 其实还在 接触当中 对 多接触接触吧 别最后自己吃大亏 杜秉文 你来同学会就是为了说这个事儿啊 我只是想简单地告诉你 他这个人 很不简单 比你简单就行 我再怎么不简单 我也不欺骗感情啊 秉文 那我劝你 不了解一个人之前 不要轻易下结论 我也劝你在不了解一个人之前 也不要轻易下结论 你 会长 我还有急事 我先走了 你不能走啊 袁哥 袁哥 你 怎么又走了 老杜你